把人气死了 刚才我跟孩子爸说 让他想戒烟的事情 然后他们是坚决反对 然后又跟我大吵了一架 然后又是老一套 大喊大叫的在那 我就提个意见 哎呀天哪 要他的命了感觉就 现在在厨房抽烟 我就是抽个烟 你说刀刀啥 那难道说的不对吗 你对孩子的 这么一点爱好 我能干啥 你爱好可以 你到厨房抽去吗 我不喝酒 我抽烟怎么了 你那烟味无处不在 那妈妈马上放假 天天在房子被烟熏着 现在大冬天又出不去 窗户都开不了 现在不像夏天啊 你一抽烟 开开窗户还好一点 不是 一根接着一根抽了吗 我就偶尔抽一根 我能干啊 偶尔吗 你一天一包办 抽个烟 你这都都都都没完 那肯定不行呀 你影响到孩子了呀 抽烟 十块钱的烟 我跟你好好在那说呢 刚才 你看看你啊 春虎瞪眼的 大吼大叫的在那 要你命了 那你现在去熏孩子 那不是你轻生的 我刚才也是好好在跟你说呢 我想商量一下 然后嘛 也尽量的让你 劝劝你啊 或者实在不行到厨房抽 你一看看 你暴跳如雷的 太烦人了 真的大家真的刚才没看到他那个样子 气死我了都快 再说抽烟对自己的身体也不好呀 你要是实在戒不掉的话 你就慢慢的可以少抽 或者说是你到厨房抽去学行了 不要在客厅里冒着大烟 咱们这冬天多冷 窗户都打不开 就就不是打不开都不敢开 这房子那么冷啊 你开一会儿窗户 整个房子都冻透掉了 行了 真的懒得跟你说 你自己掂量着看吧 我跟你说 我也不想跟你吵架 反正就是你要想出去到厨房抽去 你要不到厨房抽 我就给你找事 你把娃娃熏成傻子了怎么办 你是没聊天都要找个事 是我找事吗 我这两天娃娃在放假呢 天天在家里面呢 我看着你在那儿熏他 我不难受 哪个人熏他了 你一把那么远 怎么会熏他了 你就在沙发这 他在沙发那 就在同一个沙发上坐着 只不过没坐到一块 你看那个嘴 太能到 太能说了 哪有你刚才厉害呢 我都没给大家录刚才 他那个厉害的 我天哪 我天哪 然后说的我不对 你然后说我说的不对 也行 是不是 你把娃娃到时候熏成傻子 现在所有的娃娃 一个比一个聪明 到厨房呀 我跟你说厨房那 有抽烟机吗 就抽走了吗 你不是偶尔抽一个吗 你在厨房偶尔去抽一个 又怎么 你又不是说一直在抽 那你就一直在厨房待着 要不然你就把烟戒掉 对自己好 对我们家人好呀 对我和米果好 对你自己身体也好呀 我理解你 我理解 你要实在是 没这个毅力的话 你要戒不掉的话 我知道戒烟 请你以后抽烟到厨房抽 没那么快乐 二手烟更厉害 知道吧 比一手烟还要上海大 看到你现在这么烦着人 我看到你也不送烟 我就不喜欢这种的 就是 遇到问题 我们俩讨论问题 有些时候 争论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好好讲话 一辈子都不会好好说话 我觉得这个好好说话 可能对他来讲 这辈子就这样了 绝对不会好好说话 大呼小叫 跟你吼来吼去 我的天哪 头都炸了 都快 人家说 因为我太脆弱了 因为我太脆了 你也就是碰到 我够坚强的了 要是再碰到任何一个人 早被你吼跑啊 没有 我能不能算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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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